我帮你洗干净,洗完澡,走也好,不走也好,你自己决定啊,我求求你啊,不要再吓我了 女人对着一堆道具念念有词,随后又咬破手指将鲜血滴在上面 一个小胖仔突然出现,说自己被洗得很舒服,身上也香香 那些骨头是你的 是啊,就是我了 知道小胖仔是自己请来的,女儿给他起名叫托尼 这时,托尼掏出了一把手枪对着女人 你这个人,煤气好重,我帮你打走他 你这个人啊,好黑耶,额头黑啊 不会啊,哎呀 那,你看 哇,真是黑的,难怪我自己处处碰黑了 我帮你把它擦掉啊 好好好 搞定 自己受了一,女人就请托尼大搓一顿 其实这两天女人确实没气,干啥啥不行 女人名叫阿文 前两天深夜开车意外撞倒乱窜马路的工人,于是急忙呼救 而她不知道,一个在远处刺激而动的恶鬼 在一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过来 原来游荡百年的绿头鬼终于迎来了投胎转世的机会 只可惜她试了几次的无济于事 因为阿文的服装,绿头鬼错失了投胎的机会变成了恶鬼 气氛之下,恶鬼开始对她疯狂诅咒 鬼的诅咒可不是随便说说 第二天,阿文就成了全天下最倒霉的女人 早上开车上班,往后视镜那么一瞅 竟然发现一个男人 这吓得她瞳孔真大 等她回头再看的时候空无一人 此时秘书打了电话,说股市大跌 当初投的几千万,现在全部打了水漂 听到这些,哪还顾得上其他 立刻调转车头就赶往公司 由于太慌张,阿文下车忘记拔掉钥匙 然而车子却自己神奇地开走了 接连遇到诡异事情 阿文来海边散心 却有一只手按住她的肩膀 等她扭过头,发现是自己老相好 她刚说急需六百万周转 没想到此刻男人已经被恶鬼附身 公司骂掉了 你说什么 你卖了我们的公司 为什么,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公司是我的名,我当然可以卖了 还有啊,我还要告诉你 明天呢,我要和一娃结婚了 然后移民去美国 阿文被弃地用附身符砸向男人 而离开时甚至还钻进了死胡同 进二连三的意外,让阿文怀疑自己遇到了脏东西 于是立刻找到龙婆 人风绝路问鬼神 你生意失败,股票受损,老公出走,家园不保 你是不是沾上了不干净的东西 龙婆,究竟你爸骂我好吗 这两天的经历宛如噩梦 阿文不惜一切代价,要将恶鬼驱散 于是龙婆给他请来了财运童子的消灾解难 不过就是需要给道具洗干净开光 然后滴上鲜血,这样才能正式开始 当天晚上,阿文就收到龙婆的快递 后面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托尼就是财运童子,被阿文用打盘舟带 想到自己即将倒闭的公司 阿文向托尼提出,公司要正常运营需要五千万 五千万不好,一亿够了吧 一开口就是一个小目标 不愧是财大其错的财运童子 明天跑夜嘛,你去买3T 有巨额彩磁吗 你买了,我自然就有办法的 三个亿能拿到一个亿已经很厉害了 阿文对托尼言听计从 大半夜的要陪着他玩小游戏 托尼言出必行,直接让他赚了一个亿 而为了感谢龙婆,阿文掏出一百万送给龙婆 对方看他如此伤道,决定再帮他一把 只见他借用秘书跟恶鬼聊了起来 他一个小女子不是故意得罪你,你放过他吧 他破坏我借尸昏昏,我不会放过他的 为了,有理由 叶了,叶了,叶了 托尼被阿文留在家里 而女儿小静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人 吃个零食就发现两下就没了 看电视老是自动换台 其实这都是托尼在暗中搞鬼 只是俩人在一起也会发生意外 小静拿来零食意外撞上托尼 谁看了不迷惑,何况是小女孩 阿文将托尼喊了出来,说这个哥哥是自己喊来陪他的 没过多长时间恶鬼突然出现 托尼挺身而出,两人大战八十一回 托尼败下阵来,他让阿文带着小静离开 但在得到小静相吻以后,武力爆表 一下两下直接将恶鬼打得魂飞魄散 困难解决了,但小静却昏了过去 托尼推测女孩没了洋气 随后阿文只能带着他去找龙婆救助 话音刚落下,车子就意外撞上水泥柱 阿文当场丧命 小静是安然无恙了 可阿文与托尼却魂飞魄散了